有了大灣區的發展整個規劃 其實是好事 不同的城市做它最擅長的事 包括香港 我們做金融 我們做醫療的科技 或者是AI 他們不同的城市 也專注不同範疇的發展 大家有些可能相同就可以合作 有些不同的可以互補 這個整體對香港來說 一方面其實對整個投資環境來說 大家清晰一點 第二 亦都對人才的流動 譬如我是一個年輕人 我畢業了 究竟我想去哪個城市發展 我讀什麼 我有興趣什麼 就去哪個城市 第三 就是對我們做貿易商 我特別剛才說進口貿易 我們以後想 譬如在哪個城市做寫字樓 或者我們要去賣給哪個城市 我想先打哪個城市 其實都是好事 有些是發展得好一點的 或者是 它天然是做物流 最好的了 我的貨或寫字樓 最好就是在那裏 然後我就可以發放到全國 這樣就最方便 我覺得這個整個配套 對我們來說 它清晰了 對投資人其實是很好的 變成一個好的環境 我們要多次去賣給你 這個更好 如果在那裏 會不會太多